众所周知,劫掠兽是我的世界最肉,最快,最强的怪物之一 即使你身着拳套的下界合金甲依旧能造成很高的伤害 但对于Kars老哥来说,一只远远不够 他想要组建一只一百多只劫掠兽的军队 只因两天半之前,这位酷似胖虎的玩家偷袭了老哥 那天,老哥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小基地悠闲地整理物资 殊不知胖虎早已看老哥不顺眼,并在此埋伏多时 于是扔出了强花药水,对老哥动手了 老哥反应不及,当场几天 他不仅失去了基地和物资,还失去了自己的脑袋 因为在这个叫做Weekend的服务器上 玩家被击杀时会掉落一个头颅道具 要想重新回到游戏只能由别的玩家捡起 并重新放置头颅道具 幸运的是,这个叫做培根的玩家帮助了老哥 因为他也是胖虎的受害者,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老哥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 老哥要组建一只截略兽军队的画面 但这个计划到底如何实施呢 大家都知道,能获得截略兽的唯一方式就是发动袭击 但是想要获得100只截略兽 就要进行超过50次袭击 这回浪费很长时间 老哥还有其他很多工作 趁着胖虎还没发现自己复活 老哥必须想出一个快速收集截略兽的方法 于是他找上了刚来这个服务器的一个新人 决定强迫这个倒霉蛋帮助自己做事 一番友好的交流之后 两人达成共识 事后,卡尔斯给了新人一些命名牌用来捕捉截略兽 自己则趁着这段时间计划建造陷阱 他的初步计划是建造一个隐蔽的沙坑陷阱 陷阱底部是黑钥匙围城的截略兽牢笼 一旦进入就会被截略兽一直挤到角落动弹不得 老哥也是在创造模式测试无误之后才确定的计划 但陷阱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胖虎引到陷阱范围还不露线 这时候,老哥想到可以劫持胖虎的宠物 并以此为耳引他入局 但是胖虎的宠物并不是狗 而是一只美西元 为了捉住那只美西元 老哥必须偷偷溜进他的基地 所以他还提前备好了很多隐身药水 哦, he's here, he's here, he's here 齐, um... Okay, so... I know his action loot was, like, right in that building so if I can just get in there and get it and run out that'll be perfect Oh my gosh, he's coming, he's coming oh did you see me oh my no i don't have a shovel i don't have a shovel i'm dead i'm dead please no i'm dead i'm dead oh my gos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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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out i'm out i'm out oh my god 就这样老哥有惊无险地逃过了追击 但是为了防止胖虎怀疑上自己 老哥必须把戏做足 you're at my base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saying i'm not at your base what do you mean you took my axolotl you took it your axolotl why would i take it listen if i find out it was you that took my axolotl we're gonna have a problem dude it's gonna be worse than ten dollar tnt let's just say that it's literally not me i'm gonna find out whoever took my axolotl 虽然暂时蒙混过关 但是胖虎迟早会发现就是老哥做的 他必须加快陷阱都完成了 不久之后陷阱的主体已经建造完成 是时候看看那个新人收集了多少劫略兽了 但老哥并不知道新人已经逃走了 他只收集了13只劫略兽就受不了这份工作溜了 不仅如此他还到处宣传老哥的陷阱计划 这也导致了接下来的意外 老哥的另一个损友Swag 还以为他特制的陷阱是为自己准备的 于是想把老哥的计划扼杀在萌芽之中 老哥只能一边跟他缠动 一边不断将其引离陷阱位置 不知道过了多久 Swag终于放弃了追杀 老哥回到陷阱位置发现完好无损 很长时间后 老哥终于凑齐了所有的劫略兽 是时候开始下一步计划了 为了让这个陷阱 看起来不是那么可疑 老哥决定在上面建造一个假的基地 一旦胖虎好奇进入 老哥就可以拉下栏杆 让他掉入陷阱 但在计划开始前 老哥还需要测试一下 陷阱到底是不是真正好用 于是他找到了自己一个无辜的好友 好友并不知道陷阱的事情 看起来陷阱的效果非常不错 当然老哥可不是损友 他会把好友的东西全部保存 并将他复活 此后又找到了他和另一名好友作为帮手 一切就绪 是时候开始胖虎捕捉计划了 他先是发私信挑衅胖虎 告诉他美西元就在那个坐标的位置 几分钟之后 胖虎来了 但是他并没有信守承诺独自一人 而是带来了帮手 旁边那个小黑子是胖虎的队友 老哥现在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小黑子没在陷阱范围 老哥必须赶紧想出办法 我必须要赶紧想出办法 你必须要买它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买它 拖延了一段时间后 小黑子还是没有进入范围 无奈老哥只能启用B计划 他也提前找好了两个帮手 埋伏在地下 控制另一处陷阱 就为了防止这种意外 10 diamonds 10 diamonds yes that's it that's all you get right here fine I drop it you have to pay me though okay diamonds we made the deal fine I'll do that just because I'm a nice guy what are you doing wait wait my audio is broken my audio is broken my audio is broken my audio is really broken oh my god don't mind me now don't mind me now no I'm gonna die let's go oh my god oh my god let's pop and turn it oh my god Nathan you like your axolotl did you get it yeah hi Nathan oh my god you what 这位老哥 建造了一个充满各种陷阱的房间 一个可以随机生成的过山车跑道 还有各种各样让人迷惑的房间和地形 而老哥费尽心思做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有两个猎人要追杀自己 而且这两位都是游戏老手技术高超 只要拉下拉杆 一场有趣又刺激的猎人游戏 就会拉开序面 wait what oh my god you bridge you bridge you bridge 老哥夺路而逃 两个猎人身着全套钻石装备 这要挨两刀可真不一定能保住性命 此时距离第一个装置只有50米远 老哥不断逃跑 试图将猎人引到陷阱的埋伏 oh my god you were right there oh we were right behind you he's such an easy kill too he has no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what the 第一个装置是石锥发射陷阱 原理很简单 就是利用TNT的爆炸来发射滴水石锥 老哥还特意使用了沙利墙壁作为演示 超高速的滴水石锥打出的伤害 直接打掉了猎人的一枚不死土头 紧接着又是一个万箭齐发陷阱 oh my god 但是没打出多少伤害 然而这并不是这片山谷的所有陷阱 还有不少老六陷阱在前方导弹 之后老哥按照事先制定好轨迹一路前行 穿过传送门之后 便来到了一处钻石独木桥这里 猎人们也紧随而至 这里看似像一个无限大的一空间 其实是老哥提前在下界 用白色方块搭建出来的 很容易让猎人以为 这就是一个无限空间 趁着猎人发懵之际 老哥迅速拉下另一段的拉杆 陷阱装置再次启动 但凡猎人失误狡猾 掉下独木桥 这些白色方块会让他们无法判断落地距 不死也惨 与此同时老哥已经来到了主世界 开始准备下一步陷阱 看着猎人 可以我只能去杀他们吗 我只能去杀他们 不 我的天啊 我落了 我只能去杀 我只能去杀 我的天啊 我还要去杀 我还要回来 我的天啊 兄 你怎么回事 我回来 拜托 我的天啊 现在这位猎人面临的是俄罗斯方块跑步 他必须掌握方块图形变化的规律 并寻找到完美的时机跳到方块上 再快速跳到传送门那里 才算彻底安全 之后猎人也陆续回到了主事件 此时老哥的新陷阱也已经准备完毕 死亡过山车 为了逼迫猎人们坐上矿车 老哥不得不使用了自己为数不多的火箭 这是我的世界第一个隐形过山车跑道 每当玩家乘坐的矿车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 镜头就会创造出新的轨道 老哥凭借着自己对轨道的熟悉 不断使用弓箭射击 猎人们没有提前备好弓箭 苦不堪言 之后轨道彻底结束 双方接连入水 死亡过山车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 猎人的手上还有着不少不死图腾 下一个目的地是在这座山的山顶 那里的装置应该能耗掉他们几个不死图腾 前提是老哥必须活着到达那里 可以看到这个人还有七个不死图腾 怪不得这么有恃无恐 此时老哥也躲进了控制室 启动了陷阱 在这里老哥反客为主 他们必须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 找到老哥隐藏的三个案 这样才能进入下一个房间 猎人只有三分钟时间 因为那颗TNT是普通TNT威力的一百倍 猎人已经完全陷入老哥的节奏里了 就在这时老哥意识到了一个计划之外的事情 那就是原本为了平衡自己与猎人的战备 他本来为自己准备了不少物资 例如TNT之类的 但是在过山车那一关的时候 却大意将箱子放错了位置 导致本该属于自己的物资 到了猎人那边 而且猎人也很快注意到了这里 眼见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 老哥立即跑到了通道的深处 并按下了按钮 这一眼花缭乱的景象 让猎人惊呆了 原来这是老哥精心打造的景象房间 虚虚实实变幻莫测 看起来像一个无限维度 这个虚幻的房间只有一个出口 在他们发现之前 老哥凭借对地形的熟悉 无端细耍猎人 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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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疼惊了 蛤 什么事 什么事 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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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背后 我真实实 我不知道在哪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猎人们也终于摆脱了那个镜像房间 之前的那几个陷阱 都没有对他们造成多大的危险 主要是猎人的不死图腾太多了 接下来的陷阱 必须足够危险 这些巨大的奇形怪状的地形 漂浮于天空之上 而且高度都超过了300个 任何人失足掉落 生存几率为零 老哥一边逃跑 一边不断启动 沿路的陷阱 但是猎人们的技术 也不是盖子 这种把戏 在他们眼里 根本不够看 很快 双方再次对峙 猎人已经贴到了脸上 老哥还有最后一个陷阱 离这里还有一百米远 而且对于那个陷阱老哥 有自信 可以将他们秒杀 如果失败 自己也就跟着完蛋 经过了两年半的追逐战 老哥终于看到了希望 一名猎人掉到了虚空 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 另一名猎人 侥幸存活了下来 继续追逐老哥 而且只要他能安全 到达终点的平台 这场猎人游戏 就会宣告胜利 这个外表像极了 Dream的绿皮大佬 要挑战在整个服务器 玩家的追杀下 存活24个小时 在服务器向猎人开放之前 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自由发育 之后猎人便会一拥而入 展开追杀 这意味着 玩家需要不眠不休 在这个服务器上 紧张兮兮的游戏 20多个小时 游戏开始 玩家快马加鞭开始发育 一个小时之后 他已经得到了不错的装备 但这远远不够 之后 他来到了一处灵地府邸 没错 他想要拿到这里的重要道具 不死图腾 这样 就可以大大提高 自己存活的几率 得手之后 玩家还不忘将这个地方消满 再之后 玩家开始交注地狱门 来到下届 他收集了大量的猎烟棒 然后来到猪人堡垒 在这里 他找到了大量的钻石装备 与此同时 一个小时的自由发育时间结束 所有的猎人在一瞬间 进入了这个服务器 猎杀开始了 看到数量如此庞大的猎人军团 玩家也不由地担心起来 自己真的能存活下来吗 玩家继续扫荡 很幸运地得到了一把抢夺三的附魔铁剑 事不宜迟 他立即来到诡异森林 跟这里的墨影人 借到了不少墨影珍珠 这足够让他进入墨地了 回到主世界 他检查了一下地图 看看附近有没有其他玩家 但意想不到的是 周围只有他一个人 确定暂时没有危险之后 他开始肆无忌惮地寻找墨地要塞位置 之后顺利来到墨地 成功击杀了墨影龙 首次击杀墨影龙玩家 会得到一万两千的经验值 这足以让玩家从零升到六十四级 但奇怪的是 玩家仅仅从二十五级升到了三十级 这让他大势所望 此时 他也看到了出自己以外的第一个玩家 就是这个牛头 玩家并没有选择跟他交战 而是选择寻找墨地城 因为那里有很多不错的装备 尤其是翘翅 玩家只拿到了一些潜影盒和附魔武器 但他并没有因此失望 因为他在这附近探索时 周围的地图加载得很慢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他决定在这里暗影扎站 等待猎人们自投罗网 游戏进行到三个小时后 曾威逐渐紧张起来 他查看了一下地图 发现有六名猎人正在向他逼近 画面一转 已经有两名猎人来到了玩家眼前 这个独木桥 是他提前准备好的 为的就是把前来追杀的猎人 设下虚空 但狡猾的猎人们 也没有贸然前进 而是筑齐挡墙 等待援兵 很快剩余的猎人们 也陆续赶到 有一个鸡贼的猎人 趁机甩出一枚墨影珍珠 来到了玩家的身后 现在他腹背受敌 该如何应对 在玩家跟鸡贼猎人单挑的同时 独木桥上的猎人们 不将武德赶来支援 玩家自知不敌 立即使用墨影珍珠 顺移忍离战场 之后 他通过传送门返回主世界 就在此时 他的好友也进入服务器 是来帮助他的 但两人相距数千米的距离 为了尽快跟好友会合 他决定 建造一处新的地狱门 从下界赶步 这样会快很多 但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顺 这里也有个猎人 阻止了他前进的脚步 但好在玩家有着装备的优势 很快就把猎人 变成了他的刀下王 之后 又历经千难万险 玩家成功跟自己的好机友 Recrab会合 将多余的装备分给他之后 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猎杀落单的猎人们 在二人的通力合作之下 不少猎人命丧黄泉 但是他们 还需要在这里存活20个小时 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此同时 猎人们也在加班加点地 升级自己的装备 为了能最大限度地 提高自己存活的激烈 他们再次来到了下界 想要拿到足够多的精品 在他们紧锣密鼓的搜刮物资的时候 玩家再次注意到 有一支小队正在向这边靠近 于是 玩家迅速与好友制定了应对策略 他们利用梯子和墨椅 珍珠卡进了基岩层的顶部 然后在进口的上方放置了一层黑钥匙 一旦有人试图闯入 就会卡在里面窒息而往 而他的好友 则在离着这里很远的地方 建造了一个新的传送门 一旦猎人们在别的地方 卡入基岩层 玩家就会将他 引到传送门外的第二处陷阱 之后 越来越多的猎人 聚集到基岩层的入口处 不少试图爬上来的猎人 惨死在玩家的铁府之下 但是好景不长玩家的好友 因为吃了隔夜汉堡 导致不得不离线一段时间 现在玩家不得不再次孤身一人应对追杀 之后的一个小时里 玩家都在下届打造合金装备 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 玩家碰到了一位 看起来非常友好的女仆小绿 她还很贴心地 给玩家送了点不错的物资 给了她一巴掌之后 玩家继续自己的附魔工作 除此之外 她还在传送门处 建造了一个封闭装置 可以阻止猎人们进入这里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直到一个猎人的名字 出现在传送门处 这个叫做Quicks的玩家 是一个优秀的PVP高手 他甚至设法通过了 传送门的封闭装置 现在玩家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如果认怂逃跑 他就会失去宝贵的附魔台等物资 如果正面硬钢 很可能会命丧于此 思考一番过后 玩家认为真男人就该欲强则强 决定跟他单挑 但他不知道的是 Quicks手里还有件秘密武器 在自己的强势进攻之下 Quicks竟然被他打得节节败退 最终 玩家取得真男人大战的胜利 并且在战利品中 拿到了六瓶力量药水 这真是个意外收获 还好自己的攻击足够果断 这才让Quicks没能喝下药水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回到地面 玩家在跟村民交一副魔术的同时 又私聊了自己的另外一名好友小黄 让他也前来助阵 仗义的小黄 一上线就捡到一颗附魔金苹果 他立即决定要把他交到 距离自己六千米开外的玩家手 但是这并不容易 因为自他上线的那一刻 就被一个老六猎人盯上了 就在小黄疯狂逃命的时候 玩家这边也遭到了大批猎人的袭击 解决掉村庄里的猎人之后 他还帮前来送苹果的小黄 解决了后面的追兵 脑回路新奇的玩家想到 竟然可以招募队友 那为什么不可以策反猎人帮助自己呢 于是他立即以极品物资为条件 在公平招募猎人 很快 玩家就策反了不少猎人 他现在很享受这种 被保镖保护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战无不胜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保镖阵营出现了叛徒 他试图使用中辱石刺杀玩家 好在是虚惊一场 剩下的保镖们开始爬上水塔 试图结果了那个叛徒 但不幸的是 另一波猎人也找到了这里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经历了两天半的激烈群殴之后 玩家这边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胜利 而且没有损失一元 自此之后 玩家的保镖阵容再次扩大 已经暴涨到了15人 而且他手里还有两个不死图腾 一颗附魔金苹果和大量的金苹果 现在玩家已经认为 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自己了 之后 玩家的势力再次扩大 他将这个军团 驻扎在这个村庄 现在的他 可以为所欲为 就连上个厕所 都有人保护 但俗话说的好乐极生悲 意外很快发生了 就这样 玩家被隐藏的叛徒 使用顺伤药水杀死 遗憾输掉了比赛 这次鸡哥 要挑战 在一个方块上 玩猎人游戏 游戏开始 鸡哥和猎人的脚下 都只有一个方块 打破方块 就可以随机刷新出各种道具 而随着收集的道具数量越多 道具的档次 也会随之提高 鸡哥疯狂破坏方块 竟然很快就得到了钻石矿 但目前还没有用 鸡哥只能不断在随机 方块周围 扩大自己的力量 而猎人这边 也拿到了护具的道具 我 鸡哥健壮 看上了漂浮 在四面八方的管箱 那里面会有很多传奇道具 鸡哥用手里的方块 不断接近箱子 里面竟然是TNT 钻石还有回旋标 而这把回旋标能像弓箭一样发射 攻击敌人 之后鸡哥做出了全套钻石护具 而且自己的道具等级 很快就要进入下一阶段 来到第二阶段 道具的质量 直接上了一个统计 鸡哥更是刷到了 下界合金符等各种武器 甚至还得到了一把灵魂拧刀 不仅有着巨额伤害 还能附加凋零效果 有了神器的加持 鸡哥变得无比自信 竟然主动去挑衅猎人 而猎人看到鸡哥手中的神器 也不由得退避三手 在灵魂龙刀的加持下 鸡哥两刀就带走猎人 这攻击力真是没得说 之后猎人又刷到了一个墨银水晶 他准备用这个墨银水晶坑鸡哥 鸡哥刷到了钻石苹果 吃下之后就可以获得血量 和防御的大打增强 猎人偷袭失败 猎人偷袭失败 但水晶却放在了进入墨地的必经之路 正好鸡哥准备用它检验一下 钻石苹果的效果如何 what the heck 这大事 我只是玩这个东西 whatever oh my god oh my gosh okay if that was not close enough 完成之后 鸡哥又利用装备优势 两次将猎人击入虚空 yes come on oh oh no you can't eat it no way I found the boy oh you can't buy your life for why do you always do this to me 很快鸡哥的装备升级到第三阶段 而猎人这边由于多次死亡 只收集了一些没用的道具 鸡哥这边的道具则是愈发离谱 傅景刷出了大火箭和C4炸弹 还学会了如何利用各种道具 I'm giving myself a rocket launcher no you're not no oh whoa I'm so smart did you just see that dude oh my god oh my god you're actually doing damage okay what is that bro what is that bro hey wudu what is that 猎人在经历了鸡哥非人般的折磨过后 决定提前赶往墨地埋伏鸡哥 鸡哥紧赠而至 oh my gosh dude dude oh my gosh bro 猎人利用鸟师考古 鸡哥没有上头追击 而是拿出自己的巫术法杖 不断破败墨银水晶 oh my gosh oh my gosh yes 鸡哥利用神器轻松击败墨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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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come on it's over it's over it's done for for no come 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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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g freaking g dude dude